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围棋 今天我们没有来宾 围棋要来做北加州洋行第一季的回顾 我会从做Podcast的动机开始 因为这通常是亲朋好友第一个问我的问题 然后呢 我会分享开张前我做了哪些前置准备工作 还有呢 开张之后的行销推广心得 最后呢 我也会跟大家聊一下下一季的规划 那也希望大家给我一点回馈咯 好 那就开始咯 如果你有听前面集数的话大概都知道 我去年10月呢 就从北加州暂时讨回台湾 回台湾之后 因为在家里场地的限制 就没有办法和来宾远远距离录音 所以期间呢 我也只有和两组来宾一起去尝试的录音室 也就是章鱼哥和坎威佩玄那四集 所以呢 我决定干脆在过年前结束这一季 顺便做一个回顾 等三月中以后回到北加州再重新开始第二季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北加州仰行是怎么开张的好了 起因呢 是在北加州的lockdown生活真的是很无聊很闷 几乎不会跟生人接触这样子 我记得那时候我妈紧急从台湾寄来100个口罩给我 本来是很怕不够啦 但是后来发现我们一个礼拜根本只出门 一次去超市买菜 所以100个口罩可以用一年多哦 anyways 刚开始只是抱持着说 好 我就找我世界各地的朋友一起来聊聊天好了 顺便录下来 反正通常也蛮有趣的 第二个原因呢 是我去年lockdown之后呢 因为时间有点多 所以有一点像为自己设下了年度目标 是练习怎么说故事 我来美国目前三年多 最大的感想是会说故事真的比什么都重要 除了沟通会比较有效率之外 会说故事的人不管在求职啊 求偶啊 职场工作都非常有利 还有就是之前的集数有提到过说 我其实是一个需要透过输出 像是讲出来 写出来 才可以好好的整理想法 所以对我来说呢 把抽象的想法啊 零碎的心得啊 转成我自己对事物的insight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呢 Podcast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说故事的练习 决定要用Podcast练习说故事之后呢 就要决定你要说什么故事跟对谁说嘛 当时开张之前也有很给掰的想说 好 我要来MBA那套 我要先找到我的品牌定位啊 然后用一些工具 什么波特无力之类的啊 先来想一下我到底想要主打哪一个市场 要不要专讲特定主题 因为有focus的话 会比较容易有行销策略 那听众如果看到你的标题跟介绍 就知道你在讲什么 其实也会 有兴趣的人就会点进来啦 当然市面上也有像台通那样子 就聊得很high的闲聊节目 但我自己是觉得 其实蛮吃主持人的魅力的 像我现在就自己一个人在录我的总结 就发现哇 真的是很难 一不小心就会有一点像是念稿 或是不太自然 如果说是有双主持人的话 还有来宾的话 就其实也蛮看的 你跟他们的火花的 不过后来就想说 好吧 我做这个初衷 也不是为了赚钱跟发大财 就当做是部落格写日记好了 我就做一些 我自己会觉得很想听的内容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 后来就发现 做而言不如其而行 就赶快push自己 先做再说 因为没有什么产品 是100分才推出的 先上市之后 你也会比较知道 你要怎么走后续的方向 好 那刚刚有提到 不是为了发大财 所以有些听众也会好奇说 北加州洋行开张到现在有赚钱吗 答案是 当然没有咯 只有花钱 那podcast目前最普遍的商业模式 是接广告业配 所以围棋还在等干爹干妈赞助中 拜托赶快来找我置入你的产品吧 好 那接下来呢 因为我也有收到一些朋友啊 或者是甚至是听众 来讯息问我说 如果我要开始做podcast 我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要怎么开始等等的 所以我也想说 那就趁第一季回顾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前置准备工作 这边会分成四个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录音啊 后制啊 这些技术比较technical的东西 再来第二个部分是 我怎么做市场调查 我参考了什么 哪些资料 第三个部分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北加州洋行的命名的由来 还有因为我很喜欢我们的logo 视觉设计 所以也想跟大家聊一下 最后一个部分呢 我会分享hosting 也就是你制作完这些内容之后 你要怎么上架到各大平台的方式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从技术部分开始咯 自从有了开podcast的频道想法之后呢 我大概是从去年八月开始准备 一开始呢 当然就是像谷歌大神自学技术咯 所以就透过google研究了一下 要买什么设备啊 或是一般的就耳麦什么就可以啊 然后呢 因为要后制嘛 所以要从头学起 所以也看了youtube很多影片 这边跟听众分享一下好了 我后来是决定先用小资 买了Bluetooth的Snowball小雪球麦克风 不太贵 就美国大概1600 我目前看台湾网路上是要买2200左右 就稍微贵一点 然后是后制软体 我现在是用Mac那一件的Garage Band 还有免费下载的Odacity 还有付钱买的Izotope的RX8 那我通常呢 是用Odacity跟Izotope先处理一下音质 比如说消背景杂音啊 尤其是来宾那边可能会有很大的回音 还有平常录音一定会有口水音啊 一些blah blah blah 这种 这种音质上面的东西 我就会用Odacity跟Izotope处理 然后最后呢 我会用Garage Band做剪接 然后还有输出 再来呢 是因为我的来宾四上各地嘛 所以要解决远距录音的技术问题 一开始最麻烦的其实是约时间 尤其是有两位来宾 所以我们总共在三个时区的时候 更是难约 比方说澳洲安妮跟纽约凯西那一集 就一定得有人很早起 然后换晚睡 所以当然就只能在周末这样 远距录音的技术的话呢 我一开始是用Zancaster免费网站 我觉得它蛮好用的 就如果你就只要login进去之后 开一个像聊天室的东西 就蛮像Zoom吗 或是Google Hangout那种会议室 然后你再把那个会议室的link 分享给你远方的来宾 那他只要用webbrowser 就任何一个在电脑上面 打开那个连结 不用登入也可以进去那个聊天室 最后你只要点录音键 就开始录音了 然后结束之后 它会产生一人一个音轨 分开的音档 你再下载下来后制就可以了 我是觉得分轨真的非常方便 因为你后制的时候 你必须要处理一些 你跟来宾可能重复讲话 就会听不太清楚 或是你想要稍微调一下 某个人背后的杂音 那有分轨的话就很方便 不过缺点呢 是ZenCaster在网路不够稳的时候 很容易断掉 还有我有发现呢 在两个人讲话 或是一起大笑的时候 有可能会有一方被消音 最后来我也有尝试 另外一种录音方式这样子 就是我和来宾呢 还是用聊天 远端通话软体 像是Google Handout 或是Zoom 或是可能FaceTime等等的 然后在一边聊天 我们各自要在自己的那一端 Local那端 用其他的软体 想办法录下 自己那一轨的声音 结束之后来宾 再把他们的音囊传给我 我就可以把不同音轨 拼起来剪接了 好 以上就是我自己对录音啊 后制的比较Technical的分享 如果有来宾呢 对于技术有问题 我们可以在私讯讨论一下哦 第二个部分呢 是市场调查 老实说我其实本来也没有 固定收听Podcast的习惯 通常是看到有人分享啊 或是比较有兴趣的单集 我就是会单集单集点来听 这样子 想说如果要做的话 至少要有市场调查吧 所以我就从百灵果 台通 骨验 三巨头 大家可能如果有接触Podcast 一定会听过的这三个频道开始 再来我也看了一下台湾排行榜上面前50名的频道 搜寻一点灵感 就大家大概都讲什么内容啊 然后什么取名啊 怎么介绍 后来因为就决定说我要讲这种比较访谈啊 聊天跟文化差异这种分享 所以我就搜寻了这个主题 像是主打异国文化啦 旅行啊 海外生活的频道 比方说我听了解锁地球 那主持人蛮博学多文的 他就会找他世界各地的朋友一起来聊 旅行的经验跟当地的特殊风土民情 还有我也参考了纽约没有斑马 这两个主持人呢 都是台中人哦 跟围棋一样 他们会聊一些美国求学的工作经验啦 当然不止这些 后来他们也会讨论一些时事啊 或是说说书那种感觉 因为蛮多文化观点跟冷知识的 我是觉得跟我想要做的方向蛮像的这样 第三个呢 我也看了一些弯曲啊 在矽谷当地的podcaster 然后我其中最喜欢的是 妮可这样说 妮可呢 是一个我平常就有在follow的 旧金山石旅作家 那他也是去年呢 决定离开原本的工作 开始创业做一些自媒体 podcast算是他其中一个project这样子 那做完了市场调查之后呢 我大概就知道怎么定房纲跟主题 所以我当时是决定先录个几集感觉一下 就找了跟我一样被疫情困在家里 海外的朋友 因为他们也很闲 没什么事情 所以就先感觉一下 然后就录完剪完前几集之后 我再逼几个朋友试听 然后他们听了毛片跟剪完之后作品之后 都封我为生期剪刀手为期 当然最后我也有参考 就市面上的podcast这些前辈 他们怎么做开场啊 结尾啊 还有背景音乐 第三个前置作业呢 是很重要的频道取名跟logo设计这样子 哦 这边一定要特别感谢我热心的设计师朋友 跟我一起讨论频道名字啊 跟主视觉 嗯 我们那时候是一起看了市面上的podcast的频道的封面 然后我的设计师马上就非常敏感的说 哦 好像没有台湾饮料店这两年最流行的台式复古风哦 所以我们后来是先决定logo要走复古风 再往下想名字 嗯 然后因为市面上台湾饮料店很多都会叫什么叉叉公司啊 叉叉洋行啊 红叉叉叉啊 这种开始联想 嗯 我直觉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 以前大航海时代就有东印度公司嘛 我后来就想说 好 那我前面也接一个地名好了 嗯 最后就决定用我的所在地取出北加州洋行这个名字 再来是前面已经讨论了怎么伸出内容啊 跟你的logo名字 最后一个步骤是要怎么上架到各个收听平台 像是Spotify啊 Apple Podcast啊 KKbox啊 Google Podcast等等 稍微研究了一下就发现呢 Podcast是利用RSS机制 那你就会要像部落格一样选一个hosting的服务 嗯 那什么是hosting服务呢 一开始呢 你要找一个一家公司 一个hosting服务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宿主 这样子 你要寄生在它上面 嗯 那你在它的hosting服务的后台 你把你的音档啊 频道介绍啊 单集资讯上传之后 这个hosting服务会帮你生成一个 呃 长得像普通网址的RSS feed连结 那你再把这个连结传到各个收听平台 像刚刚提到Apple Podcast Spotify 你就成功上架了 至于选择hosting也是参考了很多前辈的心得 第一个步骤我先删掉了一些要付费的国外的hosting服务 最后国外的hosting服务就剩两家 SoundCloud跟被Spotify买下来的Anker 呃 这个目前都还蛮多人用的 还有我也注意到台湾有两大hosting服务 即收听平台 呃 一个是SoundOn 一个是First Story 后来因为觉得台湾的平台会有 比较多帮助podcaster的行销资源 那我也有呃 看网友分享的心得 那些后台会提供什么样的数据 呃 还有我就想说要找一个可能比较不会倒的 或是跟开始跟大家收钱 我最后就选择了台湾的SoundOn这样子 他们最近也刚宣布被一期直播的 Cofounder的基金收购的消息 所以就有付爸爸咯 有很多钱之后 我希望他们也可以再多给podcaster更多的资源 好 那以上就是我北加州洋行的前置工作 有了名字主视觉和预录的几集之后呢 呃 我就正式开张啦 北加州洋行呢 是在9月份正式开张 到现在是5个月 嗯 我们也达成了一些 啊 里程碑吗 我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目前总共是已经邀请了13位来宾来上节目 那一共有22集 节目总长度达到950分钟哦 是不是好棒棒 好 除了11月呢 因为在台湾时代太多事情可以做太忙之外 我有三周没有上新节目 呃 其余的时间我都很努力的维持 每周要固定上架一集的频率 还有为了推广频道呢 我也开了北加州洋行的Facebook粉丝专页跟Instagram 呃 上个月开始呢 我也直接把音档转成影片上架到YouTube 嗯 因为希望可以来自一些YouTube推荐啊 跟关键字搜寻的曝光 那目前 但虽然人数也很少 但看至少还是有增加曝光 就觉得还不错 嗯 哦 话说 前面说11月空了一整个月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导致了 呃 收听率的下降 本来11月之前 每一集的收听人数都维持在两三百人 像是雅庭三小事啊 和温地返台防疫那两集 甚至有将近四百五的不重复收听 嗯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远超过 我朋友会点开的人数蛮开心的 嗯 不过11月经过三个礼拜 没有新集数之后 12月后来开始的 每一集收听的听众 大概都是掉到一百多个而已 嗯 我其实是觉得后面的集数 因为我自己主持跟后制 比较得心应手 尤其是在录音室录的那四集 连音质都非常厉害 然后也因为有时间的压力 所以内容蛮紧凑的 因为要赶快结束 很怕被录音室赶走 所以品质应该是有越来越好的 不过就很苦于听众的人数一直上不去 嗯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月 Podcast被越潮越红 嗯 一大堆名人 都加入了 所以新开了一大堆频道 嗯 大家选择变多了 所以素人的频道就更难被看到 还有就有可能是因为 有一段时间没有退出 那你的流量排名下降 通常如果是刚介入Podcast的人 你就会用排名来决定你要听什么嘛 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排名下降 就更难被看到 嗯 如果听众有什么 对内容啊 行销推广的想法 也麻烦给我一点回馈啦 每次只要收到听众的留言啊 跟讯息都很开心 就觉得哦 好像交了新朋友 就觉得又有动力 继续做了 哦 我对补充一下 我最近就是收到听众反映 聊影视作品 一定要有爆雷警告 嗯 我第二季开始一定会注意这件事情 因为我跟编剧奶奶 嗯 录的那两集聊 嗯 SICCON 美国情境喜剧 好像爆了一堆雷 跟大家说声sorry咯 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下一季的规划 嗯 目前呢 是计划下一季 还是会维持 访谈这种类似的心事 嗯 我会跟不同的来宾聊不同的主题 那还是以跨文化交流 跟生活经验为主 目前已经有不少单集企划哦 像是我们有来自新加坡的听众朋友 想跟我们分享 Crazy Retiation以外的新加坡生活 嗯 然后也会有来宾想分享他 找心理资商跟职场mentor的经验 嗯 还有大家一向都非常有兴趣的 你在不同地方使用Dating App 跟跨文化约会交往的经验 括号也就是CCR交往经验 当然北加州洋行一直是以为知识著名的 所以也会有一些为知识的主题 像是宝宝心理学入门啦 还有也会有更多永续发展的主题 那如果大家呢 听到第一季呢 有什么特别喜欢的集数 或是有想到其他想听的主题 或是有听众想上节目的话 拜托赶快敲我哦 以上呢 就是大概我一个第一季的总结 在第二季之前呢 我还是会持续在Facebook和Instagram 分享我在台湾和北加的日常 当然会有时事文啦 湘民文啦 新德文啊 美食文啊 围出游文啊 还有呢 我也会不定期推出 Behind the Mind 的为知识文 嗯 好 那就先跟大家说 新年快乐 拜托继续Follow北加州洋行哦 不要忘了我 我们之后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